請到宋永權醫生 精神科 專科醫生 幫你分析一下現時下 我們很多朋友都說 很不開心 很大壓力 怎樣去理解精神病 或日常的壓力 這個分析是怎樣的 今天很高興和大家討論 關於都市的精神問題 多謝John邀請我來 其實都市的精神病 我想首先我們要了解多一點 關於都市的生活有甚麼特色 其實都市的生活有幾個特色 可能我們很容易都忽略了 都市的生活就是節奏快 即是我們說話 行路 做事 吃飯都要快 這件事其實都會造成很多 我們沒辦法停下來 沒辦法放鬆 沒辦法休息的機會 另外我們都市生活的人 大部分都知道工作時間長 可能早上做到晚上9時 做到晚上6時 又要回覆老闆的WhatsApp 工作時間長 甚至乎John說 放了工都還要回覆短訊 還要回覆電郵 這些令到工作時間 佔了生活的大部分 亦都會影響我們休息時間 這個工作時間長 亦都會令到我們缺乏運動 你上班都不夠時間 或者睡覺都不夠時間 還怎能談上做一個運動 令到自己心心放鬆呢 另外我們工作的時間 很多時都有面對競爭 不只是你自己做得好不好 你還要做得會不會給別人好 這個就是都市生活的一個很特別的特色 做得來還要越來越好 好遠一個就要再好一個 這個不斷追求 上升能力這個情況 會造成很大壓力 再加上最後就是 在都市生活 生活指數高 經濟壓力大 人際關係都疏離 不要以為都市生活 大家好像很擠迫 說出街很多人 雖然人是多 但是人的距離是少了 因為大家都沒有時間和大家認識了解 蘇醫生 我有些奇怪 我們手機多了之後 群組又多了 那些幾十年的老友又走出來 那為何人會疏離 我常常用信息 常常人在嘟嘟嘟嘟嘟嘟嘟 疏離感在信息上是無法彌補 我想現在手機發展都步伐所知快 信息的網絡 其實現在很多社交媒體 都增加了我們的信息交流速度 我們可以在一天內通知十個朋友 半天內我們可以了解很多朋友身邊的發展 但其實這裏都缺乏了一個很重要的情況 就是一個人之所以社交會對我們的精神重要 就是我們真的要跟那個人交流 交流 見面 聊天 其實這裏都牽涉到一個比較新的理論 因為其實我們現在發現到 人腦中有一個叫做Mirror Neuron 鏡像神經圓 這個神經細胞很有趣的 這個神經細胞就是在兩個人的溝通時 可以將你的情緒帶入自己身上發生 這個真的要跟兩個人交流的時間 接觸的時間就出現 透過手機你就算看到對方多開心 但你不會產生開心的感覺 或者升個嚇笑公仔 就沒有了那種感受 其實是沒有了感覺 你得到一個資訊 但你拿不到交流的感覺 這個感覺其實對每一個人的精神健康都是很重要的 就會把體力合影到最重要 但是你確定的情緒 其實你受到一個幹事生日